天是得 也非常感谢我们前人 他老人家特别慈悲 让我有这个机会 在他老人家 巡视台北 各区域的 行程当中 让我来做一个见习 因为 我们前人 他老人家 在北部15年的 寒暑 那么便利下了 良好的基础 由我们现在的 道场 我们看到了 昨天我们到 桃园 看到桃园地区 和中立地区 今天又在此地 见到大家 让我非常 感动的 就是感觉到我们 每一位修道的人 确实都变了 也就是说 确实我们跟 凡夫苏子 有所不同了 我们都有一点 超俗的气质 也就是说 我们对道 已经灌入到 我们个人的身心里面了 所以我们都露出了 道气 我们在前人 领导之下 我们有 今天的 道场 我们可以感触到 是我们前人 领导的 方针 没有错 我们看一看 台湾各组的 道场 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有读到 天道 构成 这一本书 这一本书里面 讲我们 台湾的 道物 分析聊 那么多的 祖派 之掌 在所有各族 各派 前人 他们所办的 道场之中 能够向我们 目前这种 道场 气势的 可以说 没有 可以说 没有 这就是要感谢 天恩 施德 因为什么呢 我们追溯 当初 我们老前人 前人 来台湾开道的 动机 老大人的 辞命 所以我曾跟 李讲师 陆讲师 我们在 闲谈的时候 讲道 尊师 众道 四个字 我们在台湾 有两位道长 一位是张道长 一位是我们老天人 张道长 在台湾 没有办道 所以他没有 什么道场 后学 有限 可以用算的 所以说 非常非常少 为什么 他不开创 道场 为什么 我们老前人 来到台湾 就开始 创 道物 就是当初 我们 慈慕老大人的 词语 就是当初 我们慈慈老大人 命令 张道长 和我们的 老前人 来台湾的时候 就分作两个命令 张道长的命令 是隐居 我们老前人的命令 是开创 也就是因此 历经37年 张道长 仍然 还是隐居 我们看一看 尊师的诚意 真正的尊师 尊师 重道 我们老前人 就是开创 所以历经几次的 所以说是 军法处也好 警队司令部也好 仍然 还是 我心我素 办我们的天道 所以 我为什么今天 在此地 跟大家谈这个 就是说 尊师重道 所以说 我们一个人 只要我们能够 尊师重道 认真的去追行 认真的给道 看重的话 你只要去做 就有你的成果 虽然张前人 没有办到 仍然还叫 全台湾各组的 道场里面的前行 推崇为一道之掌 所以我们修道 首先也就是 自己要建立 自己的道 自己的德 我们 大家都是 道场里面的 所以说是 中间的 中流砥柱 也是我们 三重 新庄这一地区的 道场之中的 标杆模范 所以我们本身 必须要真正的 给后学 做出一个 真正的标杆 模范的仪表 所以这个 不是靠言语 能够表达的 必须要靠 我们的身 必须要靠 我们的心 身心 合一 共同的 表达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 要时时刻刻 反问自己 检讨自己 我们现在 有这么良好的 基础 得自于 天恩师德 得自于 我们老千人 千人的领导 可是也得自于 我们个人的 牺牲奉献 我们在这样 良好的基础之下 我们应该要 更 巩固 我们的基础 我们的基础 能够巩固 我们将来的前途 才能无限 所以我们的道场 我们千人常讲 我们的道场 仍然是 光明无限 所以以我们 目前的情况来看 天命 领导我们这一方面 可以说是 得天独厚 因为什么 我们在台湾 所有各组的道场 我们可以看一看 先活的庙训 只有我们 只有我们 为什么 这是天命 这就是天命 所以我们 多方面去考察 多方面去观看 所以各组们 对我们这一点 他们是 无可奈何 求 求不来 求 求不来 他们很真的希望 能够在他们那边 有一篇妙讯 可是 无可奈何 可是我们这边 哪一次 老师都特别慈悲我们 特别慈悲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要 时时刻刻 感谢 天恩师的 怀念我们老师 他老人家 对我们 这一方面 这一番的厚爱 所以我们自己 也更应该要 要求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是 台湾道场的模范 可以这样子讲 因为什么 每一组 每一组 都对于我们 是另眼相看 所以我们天人常讲 也就是因此 所以我们天人 更要谨慎 小心 唯恐 有所差失 因为什么 大家不了解 我们现在在各组 全台湾各组 在开会讨论 事情的时候 可以说 各组的前人 都是看我们 前人的举动 所以他们有什么 疑问 我们提出来 都是以我们的提议 提案 作为结案 所以由此 可以了解到 我们的前人 我们的老前人 在各组之中 都没有样的 受人重视 所以我们的前人 受人重视 我们是前人的后学 我们更应该要 爱惜这一番的名誉 得来不易 所以我今天在此地 供逢这一次盛会 我非常感动 也让我学到了很多 所以我希望 我们在座的各位 能够保持 我们固有的 固有的光荣 我们的成绩 更发挥 我们未来的成绩 多看 多想 因为我们学是无止境 尤其现在的时代 我们要想带 我们后来的人 那我们自己必须要有 能够带后人的 基本条件 也就是说 我们要想讲到 人家真的要来 像我们这里来听道 我们有什么 能够讲给人家 让人家能够 听到什么 所以人家要想 跟我们学 如果我们办到 我们有多少道场 给人家办 这都是我们应该 要想到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么多 我们要想带后学 我们要想领导后学 那我们自己就要为后学 铺一条坦路 所以我们千人 他老人家 马不听题 东南西北 这样子奔破 这样子劳累 为的是什么 他老人讲讲 为后来的人 铺一条路 所以千人 是在给我们铺路 我们也要给后人铺路 所以一代接着一代 所以将来我们的道路 那真是 后来的人有福了 后来的人有福了 所以我们的目的 也就希望 为世人造福 我们要想 画世界大同 现在不能大同 我们也许 有生之年 能够看到 就是我们看不到 我们志 应该是在此 希望我们的后人 能够享受 世界大同的 这种安详 乐利的一个社会 这是我们老师的宗旨 也是上天 降道的 威的宗旨 所以我们本着这个宗旨 本着这个心 天心 道心 那我们好好去发挥 好好去做 正己成人 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将来就是无往不利 我非常感谢大家 有这个机会 我在这里 简短地跟大家 随便谈几句话 祝福大家 圣夜绵绵 前途无量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有机会 再见 谢谢 ED 好